变淡物语 彭莱导案的后续效应 1986年6月10日是历史性的一天 彭莱导案三君子黄天福里 以杨和阿扁就在那一天 在三位太太陪同下 搭乘求车到台北地检署报道 并提前入狱 该案已在2022年5月23日 由促转会 以政治迫害为由予以平反 纵观该案的后续效应包括 第一点阿扁入狱前于自由时代 美其开辟阻挡专业 某知名媒体社长说 只半扁毁谤没半扁叛乱罪就不错了 三个多月后民进党终于诞生 第二点阿扁等为争取百分百言论自由 而入狱 基于深受其害的惨痛经验 影响扁政府绝不关掉任何媒体的政治决策 第三点彭莱导案判决未定验前 为证明阿扁没有被摸头 临时决定回故乡台南参选县长 结果落败 在谢票时太太被拼装三轮车撞成下半身瘫痪 终身重残 更坚定阿扁对抗国民党政权的斗志 14年后完成首度政党轮替 当年政治迫害的嫁害者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宋楚瑜 自诉提告人冯沪祥都是2000年总统大选的手下拜疆 扁岸政治迫害 平反阿扁总统